第二百零七章,头给你打歪,我要去屠宵那儿,你们去忙你们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,暖暖,轻轻你们两个记得帮我接收信件,只要是给你们两个的,一定要看过之后再丢掉。 在寂静的帮助下,韩千才穿上衣服,在卫生间涂口红的烟青轻轻声回道,我告诉杨家了,我今天没办法送你了,我要去钱董那辈一趟。 听此,韩千点了点头,看向站在门口等童谣的寂静,轻声道,季大妈今天也回公司。 寂静点了点头,然后催促童谣快一点,上班快要迟到了,然后童谣一路从楼梯跌跌撞撞地跑了下来,两人一同出门,两人刚走,温暖就把小红的车钥匙扔给了于诗词。 诗词你也回公司,帮我接一下快递或是信件吧,小红你先开走,今天工作上的事情你先代替我处理。 于诗词拿过车钥匙皱眉问道,你又要休息,现在公司。 温暖点了点,随后指着韩千对着于诗词开口道,等他有时间搭理我这个黄脸婆了,公司的事情也就不是问题了,就这样吧。 现在韩千出院了,大家伙还开始忙碌自己的事情了,燕青青能挤出这么多时间来偷懒顺带着照顾照顾韩千,这也要归功于韩大仙,使他让高旅行变得老实了。 房间里就剩下了韩千和温暖,温暖坐在沙发上,看着韩千正色道。 你过来,韩千歪着头疑惑地走向温暖,把头歪到另一边还是疑惑,温暖抬起一条腿放在沙发上,看着韩千皱眉道。 韩千,有件事情我们需要认真谈一下,看温暖的样子也不像是在开玩笑,韩千也坐直了身子,皱眉轻声道。 你说,温暖很直接地开口,你是怎么看待你和我的感情的,对你身边的其他感情线你又有什么打算,你别和我说你没去招惹其他的小姑娘。 我了解你的性格,我也知道你没去招惹他们,可这不代表他们不会招惹你。 这个事情也是让韩千头疼的,她皱起眉头叹了口气,这时温暖继续道。 从晚会的意外结束后,燕青青已经变了,她以前只是想和我抢,争那么一口气,可现在她不是这个简单的想法了,她就是看上了你, 对你很有侵略性,如果说你喜欢燕青青,我可以离开给你们疼地方。 嗯,韩千有些疑惑,缓缓抬起头看向温暖的时候,发现她的手里握着一把剪刀。 这怎么回答? 韩千深吸了,一口气呼出,轻声道。 我也知道我现在的情感线有些混乱,比起这些,我相信你应该比谁都清楚的我的性格, 这几年来我作为唯一一件算是伤害你的事情就是离婚,可离婚后我背上了债务,离开了那个我居住了三年的房子。 而你为什么又能成为这个家的女主人,你知道其中的缘由吗? 我知道,比起我,你更不想让我妈和老温难堪,不想让温家难堪,而且我现在还可以确定一件事情, 我喜欢你比你喜欢我要多,多很多,我也知道你的心比谁都要狠。 温暖明白,一直都明白,所以他从来不去问他在韩千心里的地位有多重, 比起韩千的岳父岳母,温暖还是轻了一些,韩千用左手按在温暖的膝盖上,笑道。 让我这种家伙说出喜欢两个字太难了,我觉得这两字所代表的是行动,不是耍嘴皮子。 如果我不喜欢你,我又怎么会听到有人要欺负你后,就拿着枪去找他们拼命的, 燕青青对我有直语之恩,伯乐之恩,寂静对我更多是感激和答谢,其实都没有你想到那么,那么严重。 温暖脸色狐疑地看着韩千,就差把不信两个字写在脸上了,韩千见此再次笑道。 我认为燕青青对我更多是好奇和争强好胜,等他摸清了我之后就会失去兴趣。 到时候就算我去追求人家,或许人家都会爱答不理,就像现在的你一样,你对我更多是因为我提出离婚,让骄傲的你难以接受。 等你让我重新属于你的时候,你会把我甩掉,别说你没这么想,最起码现在没有这样。 话落,韩千的脸上充满了自嘲,温暖眼神里喊着怒火,似乎想要解释什么,但他没有开口,站起身拉着韩千的左手。 出门,两人刚走出门,刚搬来的正经正好拎着一袋垃圾出来,正经对着韩千和温暖笑道。 小两口这是闹矛盾了,韩千尴尬地点了点头,然后就被温暖拖进了电梯。 温暖认真开车一言不发,脚下的油门踩得很深,韩千也没有开口,刚才他们的话题很沉重,就好像把一块遮羞布掀开一样,最起码韩千是这么认为的。 渐渐地,韩千发现方向有些不会,这不是去屠销的路,韩千没敢问,因为这会的温暖像一座冰山,车里的空调开得很低,用温暖的话说,天气热容易出汗,你的伤口也容易感染。 这个道理不知道能不能解释得通,车子很不讲道理地停在了马路边上。 下车,温暖只说了两个字,韩千刚关上车门,左手再一次被抓住,被温暖拖进了爱博通讯,来到柜台前,温暖拿出银行卡拍在柜台上,冷漠道。 要一对手机,又买。 韩千凑近温暖小声道,我和手机八字不合。 说话间柜台前的销售已经拿出了一对手机,Vivo的,价格不贵还真是一对,一个蓝色一个红色,温暖直接在韩千的兜里拿出手机,也把自己的这个临时拿来充数的手机拿了出来。 他的那款已经被冯仑给扔进海里了。 两个手机装上卡,温暖一手抓着韩千的衣领,一只手把手机放在他的兜里,冷声威胁道。 再敢弄坏了,给你头打外。 拉着韩千出门,销售眼神迷茫地看着两人,这展示机就这么拿走了。 温暖没想这么多,再一次拉着韩千去了老百货,一对钻戒,这价格就不便宜了。 温暖把戒指戴在韩千的无名纸上,冷声道。 你说,我现在只是想报复你提出离婚这件事情,对吧? 行,你说得对,我就是这么想的,我还告诉你,你敢把戒指摘下来,我就把我这根手指头剁下来,让你吃了。 韩千皱眉地看着温暖,轻声道。 没必要这样吧,和你没关系。 话落销售在一旁,轻声道。 女士,这对钻戒十九万九,现在店里有活动,可以打。 刷卡。 好的女士。 离开百货,上车走人,韩千皱眉看着温暖,有些不满地开口道。 就算你想发现你心里的怒火,也没这样花钱的,其实我更想要一个扳指,那玩意带着比较霸气。 温暖怒视前方咆哮道,你当我是给你送礼物呢? 我喜欢买什么就买什么,我让你戴什么就戴什么。 韩千,是你提出的离婚,是你不要我了,我现在想报复你怎么了? 我还告诉你,你的钱没还清的时候,你要是敢摘掉楚男的帽子,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 韩千闭着眼叹了口气,这又哪说错了话啊,他怎么就急眼了呢? 本章结束,如果喜欢春风书院的作品,请给我个关注,点赞,搜藏吧。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。